好,我們來介紹一下Google表單 那Google表單到底是什麼東西 成如各位所看到的 那他可以做這個問卷 做問卷 可以做紀錄表 像這個就是小朋友自己的學習的紀錄 那或者是學習單 學習單 那或者是可以當研習的報名表 或者是收集資料用來做分析統計都可以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幾個 那像這一個是 學生他自己上課的時候 那他會 他可以在這邊做紀錄 他上課今天做了什麼 或者有什麼想法 都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文字紀錄 然後這邊可以是選擇的 或者是文字的 或者是單選 複選 這是單選 這個就是一般的 一般類型的表單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比如說學生 今天學校 要經常要寫那個 教學進度表 那我因為我都上電腦課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 用也是用表單 我每天就打開這個表單的頁面 然後直接呢就打勾 我今天上了6甲 6丙6乙 然後我上什麼課 進度寫在這邊 上課小朋友的表現狀況 寫在這邊 直接按提交 他就會自動幫我收集起來 那比如說 比如說 比如說那個 我要老師們填爆什麼東西 我要填爆什麼東西 做一個簡單的表單 然後 像這個文字 然後就是多選 多選題 所以我可以勾很多個 然後呢我需要的 這個是填文字或想法 然後 所以就是你行政上面有一些需求 然後需要快速的收到回覆 不用在那邊發 發那個A4的紙 又浪費紙 那這個方式就可以很容易的收到 回覆的表單 那因為它是放在網路上 所以呢 只要它有任何的 包括行動、裝置、手機、平板 都可以填 連上網的電腦都可以填 也沒有限時間 也沒有限地點 那師們可以很快的回覆 那像這一個 這是平常也是做紀錄用的 那因為常常有時候 我們都報一些資料 那所以呢 我們出去呢 大概就寫一下 打勾一下 然後年月日選一下 它還有日期可以選的 幾月幾號啦 幾天幾分啦 這都可以選 然後 這打新號的是一定要寫的 然後這個也可以做一個紀錄 那到時候你要查的時候就會很方便 那 比如說我們研習啊 待會各位也要填資料 就是對這個研習的滿意度 你可以選參加 今天是哪個研習 然後你的姓名 你的單位職稱 然後滿意程度 這個都是表單的內容 那甚至說你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 訂購餐盒的啦 或者是報名表等等 都可以用表單來做 那它有很多好處啦 我們開一下那個 這是表單呈現的樣子 那其實我們在做 就是做好的時候 它在那個 你的Google的雲端硬碟裡面 它呈現的 呈現的 它會有兩個檔案 兩個檔案 那像這一個是 呃 它會呈現Excel的表格 就是那個 試算表 它會以 這是表單 呈現表單的方式啦 那如果你要看它的內容 它會呈現試算表 就是查看回應的地方 它會用試算表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做一些統計 做一些統計 或做一些列印等等 資料的處理 這邊是可以做資料的處理的 所以 呃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它的表單 在最後面 這裡有一個 呃 顯示回覆內容摘要 這個地方它是直接 直接可以把你做成分析統計表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一些 像你剛剛這一個 這一個為例 我們這一個表單是要 就是學生一開始的 在學電腦之前 我會簡單讓他做一個 基本能力的問卷 那 就是會問他一些基本能力的部分 然後 它回覆之後呢 就會以以色的方式呈現 那我如果說我想要看它的 那個整個 比如說整個學年年段的概況 那我就直接到回覆摘要這邊 然後我直接點到摘要那邊 其實它電腦 這個就是電腦自動做的 不用懂那個 試算表 可以看到 以這個問題來講 你看 呃 我們的中高年級 在還沒開始接觸電腦的時候 其實 大概有一半的人 超過一半的人 三分之二已經 是會中英文輸入的 然後呢 會使用瀏覽器的 他覺得 他覺得會使用的 大概有 一半 然後可是文書編輯 是不會的 超過一半不會 以上處理 編輯音效更不會 製作影片更不用講 那寫層次大概也不會 那電子郵件呢 也是非常的兩極化 那家裡大部分其實都有電腦 但是 所以有沒有上電腦課 你可以發現 其實是有差的 對基本能力的這個學習來講 其實是有差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這個 錶單它真的蠻好用的 你可以 你做好問卷 直接把連結掛在網路上 那任何人呢 可以點進去直接填 或者是你要有帳號的 有認證的才能填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所以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非常的好用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錶單